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宏都拉斯共和国总统西奥马拉·卡斯特罗 于6月9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6月9号上午 宏都拉斯总统西奥马拉·卡斯特罗抵达上海 开启首次中国访问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等在机场迎接 此访是宏都拉斯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将举行历史性会晤 共同规划和引领中红关系未来发展 当地时间6月5号 卡斯特罗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他将带着特殊使命访问中国 他表示宏都拉斯的重建 需要在政治 科学 技术 商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开拓新视野 众多宏都拉斯网友在评论区排队点赞 表达对加强对华合作的支持 有网友写道 访问将使我们的贸易关系更牢固 我们要与中国团结一致 按照正确的道路以最好的方式做事 还有网友表示 这次访问将是宏都拉斯的成功 自今年3月26号两国建交以来 中红双方在经贸 农业 科技 文教等领域迅速对接合作 宏都拉斯总统府事务部部长鲁道夫·帕斯托尔此前评价称 两国建交为该国发展开启了一扇重要的机遇之门 这次访问将是一扇重要的机遇之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